2024瓊四杯 台湾内战九号完间 在新庄体育场火热开打 只是这场赛事大家关注的 除了球场上的输赢 还有男女球员的权益 蓝鞋近期公布球员出赛费 开出男篮五千元 价格上的差异 引起同工不同酬的争议 场边不少观众 响应直篮工会的号召 穿上黑衣锦场观赛 还有人字句手版写着大大 捍卫两字为女篮选手打抱不平 男篮或女篮都是穿着 国家队的球服在出赛 哪个人的市场比较好 而有不同的出场费 因为这完全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也许有一点大小眼 或者是没有站在女篮的 选手的团队的立场着想 我们会帮他们发声 球迷穿黑衣 女篮选手则在手臂缠上 黑色肌贴表达抗议 男篮选手也站出来 透过直篮工会发声 如果最后蓝鞋依旧决定 给女篮三千元出赛费 男篮选手也会主动 以一致的标准来处理 旅署的书长也关心这个事情 然后各界的反馈 那我们也在跟女篮沟通 那我们保留一下这个部分 那希望很快的时间 看能不能调整 或是怎么样的做一个方案 那再跟各位说 男篮挺女篮非常好 因为蓝鞋也挺男篮 蓝鞋也挺女篮 只是我们这次用商业性的 合作的概念来诠释这个问题 至于面对外界质疑 有钱请啦啦队 却给男女篮差别待遇 张承忠表示 行销表演和出赛费 是不同的概念 接下来不排斥和工会继续沟通 协会内部也会检讨这次的事件 来讨论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华视新闻 陈清顺 沈丽荣 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 哈喽 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 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